大家好,欢迎收看ACY西万证券今日市场分析 我是你们的分析师Peter 昨日全球股票市场波动不大 各大板块呈现了小幅波动整理 反而美债收益率短线下滑 导致美元指数连续第二天回调 影响了直盘货币与现货黄金的走势 同时,美国公布的职位空缺数据创两年来的新高 配合上非农人口 美国的就业市场目前快速恢复 我们认为,美国经济改善并未受阻 仍将持续推高实际利率 10年期美债收益率仍将维持在1.7%附近 等待突破的时机 短线下挫并无法扭转收益率上涨的格局 美元价值受到了底部支撑 而金价也将相应承压 需要注意,美联储将于今日美市盘中 公布货币政策会议纪要 关注政策方面的收紧计划 从黄金日线图来看 金价的整体下行趋势仍保持完整 K线在1700附近形成的底部结构 在我们的意料当中 连续4天的上涨 使金价回到了下方通道的中心区域 如果将金价的下行通道进行划分 通道的中心是价格震荡下行的均衡区域 在回到中心区域后 金价上方将承受较大的压力 或出现下跌的行情 指标方面同样释放了利空的信号 50日均线保持向下提供了阻力 动量指标在反弹穿破零线后 回到了零线位置 指标整体趋势向下 仍处在空头局势当中 黄金线价已经触及到了 WD形态的紧线位置 考虑到基本面的利空 在线价位置将出现一定的卖压 有空单入场的机会 从小试图来看 金价在触及到紧线供给区后 动力有所减缓 在1740附近开始震荡 指标方面 MACD注线收敛下穿零线 快线出现拐点 不过慢线还未出现跟随 整体来看 金价短线仍有向上的动力 但是动力可能无法突破上方供给区的压制 交易策略可以选择短线空单入场 入场点位主要看紧线的压制 1745到1755区间将提供不小的阻力效果 考虑到黄金波动性较大 止损可以相应地扩大 1760上方可以作为止损的参考点位 入场时机可以配合抛物线指标转向 同时MACD快慢线形成高位死插结构 线价的下方支撑有多个位置 分别是1730、1715和1700的整数位 可以考虑进行分批的出场 最近油价波动较大 美国原油维持在60美元每桶附近来回震荡 昨日美国能源信息署EIA上调了今年原油价格的预期 至58.89美元每桶 仍低于限价的水平 使昨日的原油价格冲高回落 最终小幅收涨 从美油小说图来看 油价维持了震荡局势 今日早盘油价受到支撑并有所反弹 随机指标形成了底部金叉形态提供了一定的上行动力 不过之前我们提到过 油价从技术面来看是飞盘计跌的形态 EIA的预期油价提供了空头动力 短线交易仍保持了高空策略 原油的震荡中心可能从60下滑到59 空单入场的时机可以看60.5附近的位置 该位置受到了233均线与前高点的双重阻力 由于做的是波段行情 入场空单可以配合随机指标的超买区死差 以提高交易的胜率 需要关注今日发布的原油库存数据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今日关注数据 美国方面有两月份贸易账 当周EIA原油库存 以上便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